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拉萨停车场的营地 来了一辆拖挂车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停在我们的房车营地上来 然后我现在看一下去找找这个车主 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甘肃牌照的车 车门打开的 我看一下车主在上面没有 车主应该没有在上面 我转一下 为什么会停在房车营地来 这个车 看样子 这是在买了货物 这个好多个轮胎 他是来营地上露营的吗 还是休息的吗 满车的货物为什么会停在这里 在拉萨了 在拉萨了 这个 像这种就是跑运输的车 是一般他是不会不会跑到这个房车营地来了 他应该是会这个 他应该是 会先把货卸了 应该就是跑货营的应该会第一时间去把货卸了 但是他停在我们这个房车营地来了 这个车好高 不知道他里面是拉的什么 车门打开 车门打开的 但是车主不见了 然后我现在先去找找车主吧 找找车主 就是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现在找到这个车主了 车主你是哪里的啊 我成都的 成都的 就是为什么会拉一车货停在这个地方啊 我现在是到这边找不到收货的人了 没办法 直接就只能在这块停着先歇一歇 然后联系到货主在哪 你这是拉的什么啊 拉一车污水处理设本 污水处理设备 对对对 可以 那你这个找不到找不到货主 你是准备在这里先修正一下 然后找这个货主是吧 先联系联系发货发货商 先在这休息休息 等他们如果真要是联系上了 当时我再给送过去 联系发货商 对对对 收货商我现在我在这边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 那你这个 这个也是挺难的 我感觉啊 哎呀干啥不难呢 为了生活嘛 哎呀哎 这都是常事 干这个就经常能遇住了 啊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过来两天了 两天了 我就是很好奇的是 你你就是停在这里 我是昨天 昨天下午看见你这个车的 这个车 但是我看你穿着这些都是观众的没有 然后我刚才 我看见你这个车窗打开的 我说这个车为什么还在这里啊 看样子 这应该是载满的货 那你跑跑像成都这样子 你是经常来会跑成都到拉萨这条线吗 不是不是我们是去配送的 配送 你俩有活我们往哪儿跑 啊 祖国大地跑遍 哦 可以啊可以啊 又挣钱了又旅行了 哎呀旅行啥 旅行都没有 只能说是为了生活吧 为了生活 那你们这这样跑一次有挣多少钱 这个我就是万八千块钱吧 万八千块钱 哎呀可以啊可以啊 但不重要活 那你们这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这个车是自己的还是公司的 自己的 有时候一闲闲个十天半个月 那那也是挺不容易的 那啥也都不容易啊 那你你你一个车上你是几个世纪啊 我就自己啊 自己一个人跑 我都还得管车管住 还得开工资 那你那一个人跑从成都跑过来多少天 也就是四天嘛 四天 我去那里基本上都没 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 就睡着就要吃了饭 哎呀 厉害厉害 那你从从成都那边跑过来 你们现在你们是走的是 那个317那边吧 嗯对啊 这317109从你们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我318现在你们很少有这个车跑了吧 3188弯子太多了啊 啊 还速度也跑不起来啊 跑不起来啊 啊 出来 那个海拔也能拿高这边太多了 嗯 你你你你你跑跑拉萨你跑了多少趟了 拉萨跑了呢 那个10多趟了吧 10多趟了 就是有没有什么高反之类的吗 习惯了 习惯了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 谢谢你啊 来 好的 谢谢 嗯 我再看一下你这个车 嗯 看这上面贴的是老年代步车 他这个车是拉的什么污水处理设备 嗯 然后跑过来找不到接货的了 在这里停了两天啊 哎呀 这也是说实话也挺不容易的 哎呀 哎呀 满满的货 像这种事情 我们在新闻上面才见过这种啊 跑过去啊 联系不上货主啊 啊 然后这个车主在联系 就是花货商 他是搞配送的啊 搞配送的 然后跑一次 说是18000块钱 我感觉 应该一万以上吧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说 这么大一个车 而且拉的东西 肯定我感觉 有点重吧 嗯 好的 朋友们 我是小明 在这里将记录下 我这一路的旅行经历 和精彩故事 愿与您分享 感谢观看 然后卡友们 请帮我点个赞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